南加州国立政治大学校友会 于7月7日星期六下午6点 在蒙市美丽华大酒店热闹举行2012年年会 此次年会特别邀请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吴思华 国际事务学院邓中坚院长 及外交系邱念阳系主任等一临参加 当天来自南加州社团代表300多人共襄胜举参加了年会 在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吴思华的尖交下 由南加州国立政治大学校友会前任会长李汉兴 把本会大印交到新任会长谢宗黄手中 谢宗黄表示 国立政治大学自民国16年创立 迄今已有84年历史 自建校以来 政大一直致力传承人文社会科学优良传统 以打造世界一流人文社会学术殿堂为故景 更以培养具有人文关怀 专业创新 国际视野的新世纪领导人为重要使命 为了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及建校的历史使命 为了加强校友会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让海外校友有更多回馈母校的机会与管道 南加政大校友会及校长此次访美之行 将发起成立美加政治大学校友会联合会 本次活动是南加州校友会的年会 当然以服务南加州校友为主 本次活动以经济实惠为原则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把年会办到最佳的效果 让老同学老同事以及老朋友能够欢聚一堂 再加上美食美酒助兴 让大家度过一个值得回忆的夜晚 晚宴当天吴思华校长向校友及来宾们报告了 此次率团访问中美洲各国大学成果 以及校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计划 吴思华表示 他们于6月27日起率团访问中美洲各国 包括巴拿马 威地马拉及尼加拉瓜等国 与各大学分别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 同时发表演讲 让友邦人民更认识台湾和政大 极由国际学术交流 活络中华民国外交并巩固友邦关系 九天紧密行程 包括拜访巴拿马国立大学 接受八大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并发表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创新活动力的中华民国专题演讲 隔天访问拉丁大学和圣母大学 并与拉丁大学签署校级与院级合作协议 29日拜访威地马拉斯利马洛金大学 与马大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 并发表企业精神打造创活力的中华民国演讲 拓展政大在威地马拉第一所姐妹校 也拜访了国立尼加拉瓜自治大学 并缔解姐妹校 与私立中美洲大学分别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 多参基的桥姐朋友 今天很高兴是我们政大在南加州成立33年的大会 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校长 胡斯华博士 从台湾顺道来到我们多参基 他带来这个网问团 到中美洲去网问 一共访问了三个国家 巴拉马、瓜地马拉、还有 巴拉马、瓜地马拉、跟雷克、 比加拉瓜 一共三个国家 经过了七天访问了七个大学 跟七个大学建立的建教合作 而且签了很多合作的协议 校长在回程的时候 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南加洛杉矶来来看我们这些校围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有三百多人来参加 那桥姐的朋友跟桥姐的领袖 还有各个社会的物质人们来 那我们今天校长也会在这里发表专题来讲 到南加州来 他这个访问中美洲的一个行程的成果报告 还有他会给我们报告我们政大来自己来发展的进化 跟各位校友共享 我們曾大自己的發展 還有他今天晚上結束以後 就要回到湖灣區 他現在很感人 所以我們很感謝他在這個版本之中 來到我們之北加油打氣 就是來參加曾大在南加多校園會的女生會的舞台 我們很高興的會有這個機會在曾經見到曾大的校園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向校園說明曾經見到來 祝福大學在校園十五花園的情況 我們希望可以在校園見 我們很希望這個曾大的校園 會在大家的臉底下 跟校園有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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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